歡迎收看 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影片N 還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自播的網路視訊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瞭解到一些爭議性事件 背後可能存在的法規制度 甚至文化結構方面等等的問題 讓我們在看一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在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那我想臺灣最近這幾年 只要一到選舉 都會看到所謂的衝突 這衝突當然在過去所謂的族群衝突 省級衝突 或是所謂藍綠衝突 我記得我們還比較年輕的時候 當然現在也沒有太老 就是常常會有一些說法 是這個外省人 那個如果雖然以前有所謂 省級衝突 然後這個年紀大 年紀越大的時候 越來越生活融合在一起 那好像這個衝突不會發生 或是衝突越來越淡 但是有趣的時候 只要一到選舉 我再跟同學聊天 然後去聊到他們的一些 所謂的政治傾向 或是投票選擇的時候 你會發現那個省級 雖然那個債的比例不是很高 但是它是隱隱作祟的一個因素 那也就是說 有很多東西恐怕不是一個純粹的時間 可以去解決 它背後有很多文化 或是生活經驗的問題 它真的要被妥適地去處理 妥適地去面對 那今天要來跟他談一本書 這本書非常非常有趣 叫做靈人面對集體憎恨 社會癱瘓的公民抉擇 我們過去在談到有關於這個 所謂的屠殺猶太人 我們大概直接都聯想到這個納粹 可是其實在很多的這個歷史上面的研究 發現這個問題恐怕不是所謂的 納粹的大屠殺 居然在波蘭的一個小鎮 也發生了這個非常多的這個猶太人 被集體的殺死 那這個當時在這個事件被這個揭露之後 其實在歐洲引起非常大的爭議跟討論 那這其實背後有非常複雜的國族 以及宗教的因素在裡頭 所以我們今天節目當中 就跟大家邀請到是 台北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 吳碧文老師 吳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管老師好 吳老師其實也是為這本書 寫這個前沿倒讀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作者 那同時吳老師也是長期研究 德國的這個所謂的歐洲的現代史 跟這個種族鼠疫的相關的這個歷史 那跟我們來談這本書 其實非常非常貼切的一個一個來賓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些觀點 那我想要先請教吳老師 就是這本書可不可以先告訴我們 這本書在講什麼 就是我剛剛大概透露一點內容 但是裡面其實有很多 我覺得很精采 但是你覺得很頻繁的一些地方 是從劇情來講其實非常非常的單純 就是在1941年的7月 大概是10號或11號的時候 在波蘭的一個小鎮 這個小鎮人數不多 大概兩千多人 然後在大概就在一天當中 這個小鎮的一半的居民是猶太人 然後他們就被殺了 整個一半的居民都被殺 對 原則上從我們這本書的作者 Yong Gross 他的研究裡面 他是這麼說的這樣 那麼所以我說這個劇情其實非常非常的普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 蘇聯來到這邊有進行這個事件的一個調查 進行了之後也有留下一些的這種記錄 然後就把它放在那邊了 可是一直等到我們的作者 他在2000年的時候 出版了這本書之後 讓大家才知道 一個小鎮 一個所謂殺掉1600多猶太居民的這個事情 其實是一件非常值得探討 是一個道德崩壞的一個事情 是一個人性醜惡的問題 是一個我們對於反猶要重新了解 甚至波蘭跟猶太人之間的關係 要重新檢討的一個歷史真相這樣子 這個事情是發生在波蘭的這個小鎮 叫做耶德瓦部內 那你剛剛提到說 這個小鎮事實上有2000多個居民 但是其中有一半的是猶太人 而且這一半的猶太人 他們大概最晚最晚在18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定居在這個小鎮上面 所以住在那邊有200年左右的歷史 是是是 也就是說這些猶太居民 不是突然之間在一兩年之內才冒出來的 換句話說 他們跟當地的 跟這個小鎮上的波蘭人 已經有蠻長的 我們講的世代情誼 所以我想這也是為什麼這本書 取名叫做靈人的一個原因這樣子 也就是說他已經到這個地方居住兩百多年 他其實不是我們想像說因為戰爭 因為這個所謂的遷徙 因為什麼樣因素 或是因為逃亡的突然間進入到這個區域裡面的一些所謂的 這些說掠奪者 或者是讓別人覺得不舒服的人 可是這兩百多年其實他們已經變成鄰居 但是這個 這就很特別 就是鄰居好了 雖然我們不會也許不見得跟每個鄰居都很好 但是我們也也也會稍微的 就算有衝突大概講一講然後就不說話 那可是為什麼會發生這個屠殺 甚至是一個集體的屠殺的事情 是 所以這就是有一個時代環境的一個來臨 在1939年我們知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 其實有個德蘇互不侵犯條約 所以蘇聯跟當時的納粹德國已經協議 把波蘭給分掉了 所以耶德瓦布內他本來在之前是蘇聯所佔領的 但是到了1941年的6月的時候 這個小鎮由納粹德軍佔領 換句話說這個小鎮面對的主人 本來是蘇聯人 現在面對了納粹德國 那麼在納粹德國進來之後 我們知道納粹德國它的國家意識形態 是反優的意識形態 所以就在1941年6月納粹德軍進來之後 這個小鎮的居民有問德軍說 我們要是不是要殺猶太人 我們要殺猶太人 德軍說好 那你們就殺 所以這個心理狀況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的作者他有寫到有可能是小鎮的居民 就波蘭人他要表示我要效忠納粹德國 然後他就指控我們的政上這些猶太人 你們在之前是跟蘇聯勾結的這樣 那我們這裡又不得不提到一個在近代以來 在歐洲歷史上已經出現的一種傳聞 以而傳而已經非常久 就是說猶太人就是共產主義者 猶太人就是社會主義者這樣 所以當納粹德軍進來之後 這些波蘭小鎮的居民 我們譬如說相當大部分他們轉向 就前面被蘇聯控制 現在納粹德國進來了 我們效忠他 那我們就要表示我們怎麼樣的效忠 你們正好又是反優的 好 那我就把這些猶太人給殺掉 這個是一個最表面的一個理由 但是如果我們在看作者寫這本書 越來越深入去看的話 因為作者這本書裡 他用了非常多劫後餘生者 或者是當時後來蘇聯所做的這些訪談 我們就發現原因不是只有剛才所講的 我們的主人從蘇聯換到納粹德國 而是有非常非常深刻 歐洲傳統的反優的傳統還在 而讓人驚訝的是 這種反優的傳統 其實已經存在一千多年 那麼到了二十世紀 也就這個慘案發生的一九四一年 這種反優的傳聞從來沒有消失過 甚至持續的發酵這樣子 這個反優的這個傳統 當然我們知道是很大的 但是我還是無法理解 就是不管是效忠 或者是所謂的反優的傳統 為什麼大家可以冷心 或者是把你自己的鄰居 甚至他可能是你的客戶 然後這麼大規模的屠殺呢 到底這個反優的傳統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力量 或是有什麼樣的糾結 使得他們必須這樣子做 是 我覺得如果我們去追蹤 歐洲的反優的傳統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最早最早大概可以從 耶穌一被釘在十字架上開始 因為在聖經的新約裡面 確實是有寫著 就是耶穌他是被猶太人 給出賣了這樣子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而且後面因為基督教 在西元第四世紀變成了全歐 就是變成羅馬帝國的國教 那本身當然排他性就非常強了 所以居住在羅馬帝國 也就是基督教世界的猶太人 他就變成了意識者 另外我們必須說 其實基督教本身 他是從猶太教的根源發展起來的 可是兩個宗教 對於耶穌的定位是不一樣的 一者認為耶穌是救世主 但對於猶太族群來講 耶穌他就是 他就是一個人 或是他只是眾多先知裡面的一個先知 所以 但是因為後面基督教 已經掌握了整個歐洲 甚至所謂掌握整個歐洲 我們觀眾朋友一定要理解 也就是所謂整個歐洲的道德觀 價值觀 甚至世界觀 各方面的觀念 價值全部都是由基督教掌握 所以這點也是為什麼我們說 像同性戀的問題 墮胎的問題 安樂死的問題 其實它發生在西方的時候 通常這個教會的立場是非常重要的 包括台灣其實也是 是 對 所以如果我們看歐洲反游的傳統 是從那個根源上面 而從來沒有解決過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基督教跟猶太教能夠做到的是對話 在那個基礎之上 那整個到了中古時期 對於猶太人的傳統就越來越多 因為在中古的歐洲 猶太人不可以跟基督徒共同居住 猶太人必須居住在城市的邊緣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越來越神秘 因此我們必須說猶太人跟基督教徒之間的理解 其實一直是非常非常隔閡的這樣子 那那種成蕾造成的誤解 還有就是對猶太人長期的 我們講刻板印象 他從來沒有消除過 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靈人這本書裡面 我們看到作者Young Girls 他引用的一些證詞 那些波蘭人還會說 他們就是殺耶穌的這樣子 這邊其實有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段落 我覺得這個段落非常有趣 他說在當時有一個文宣 就是說原本這些所謂的政治宣傳 可能是由波蘭的上層 滲透到波蘭上層界情 然後逐漸影響到廣大的群眾 那文宣有一個文是這樣講說 是時候找那些害死耶穌基督的人算帳了 他們用天主教的寫作逾越節的薄餅 那他們是世界上所有罪惡的冤手 他們就是猶太人 停止和猶太人打交道 是時候將這些害蟲和吸血鬼 從波蘭大地上徹底清除了 是 非常非常嚴厲 非常非常有肅殺之氣的一段文宣 而且非常非常的古老 非常非常的中古 以剛才在這段的影言裡面提到 就是說猶太人來破壞什麼 我們做弥撒的那個薄餅 那這種傳言都是在中世紀的時候 就已經出來了 中世紀的時候發生過比方黑死病 當時找不到原因 我們現在知道那個叫鼠疫 當時沒有辦法用科學的因素解釋 為什麼這麼多人立刻死亡 一定是猶太人在我們的井裡面下毒 或者我們這個小鎮或小村莊 有小孩子失蹤 一直找不到到底是誰把它帶到哪裡去 那個時候就要找個代罪羔羊 那就是猶太人 其實這些都是以而傳而 但是這種以而傳而的這種 我們講現在這叫假消息 從來沒有被澄清過 包括教會當時就天主教會 也沒有出來澄清這事情 所以我剛剛講說這種長期成蕾造成的 對猶太人的負面的這種理解 這種形象 它其實一直到讓我們非常驚訝 這本書凌人它寫的是20世紀 中古時期的那種傳言 一直發酵到20世紀都還存在 甚至我們說可能在今天21世紀 也還沒有消失 但是我就覺得很好奇 就是我們先不論這個基督教 或是猶太教的教義也好 都談到神愛世人 都談到的是愛 都談到是包容 那當然在有些關鍵時刻 可能有些基本的價值道德出來 或是那種所謂的終極的關懷 出來之後 那個立場很難去突破的 自我設限其實蠻嚴重的 所以我們先不談這個部分 但是如果從所謂的文明 這件事情來看好了 那我們至少受過很多的教育 至少我們已經不是中古世紀的人 至少我們知道怎麼樣人跟人之間 彼此的尊重跟互動 那這是不是也代表是 這些所謂的文明 這些所謂的教育 是沒有什麼用的呢 在這樣的事情上面 其實我倒不會從這麼悲觀覺得 是不是文明啊 是不是教育都沒有用 我覺得反而我們 應該從另外一個角度更加理解 就是說可能根深蒂固在人性裡面 有一種醜惡 那種甚至仇恨的力量 它有可能在某一個時機裡面 如果我們的理性 我們的道德不去壓抑它的時候 它可能真的會爆發出來 當那個環境在的時候 那就會爆發出來 所以我以波蘭這個小鎮 也得瓦布內 他所發生的事情來講 我必須說當這個 因為納粹德軍現在來統治這個地方 對這個地區的波蘭小鎮人來講 這也是一個 面臨關鍵生存的時候 當生存的關鍵出來的時候 什麼道德良知通通不重要 世代情誼通通可以丟掉 我趕快先表示我的效忠 我讓現在我的統治者 納粹德國知道 我比你更返猶 也就是說 那個時候人性其實是接受挑戰的 這本書裡面 我覺得如果觀眾朋友去看這本書 一定要注意到 它裡面還是提到 有一個當地的波蘭居民 他藏匿了好幾個猶太人 但是真的讓我們覺得非常悲哀的 就是說這個小鎮那麼小嘛 他的波蘭居民人數本身也不多 有三種人 一種就是參與執行的 另外一種旁觀的沉默的 那只有這一位是拯救的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當你的利益 跟你的仇恨的因子 糾結在一起的時候 這樣的事情其實就會爆開 然後就突然間發生了這些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來看 不管是波蘭或是德國 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問題 歡迎回到燦爛時光 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宗翔 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談這一本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書 這本書的書名有點長 但是其實重要關鍵叫做鄰人 就是鄰居 然後後面的副標就是說 面對集體憎恨 社會癱瘓的公民抉擇 那這裡頭其實存在了非常多的仇恨 社會的癱瘓的問題 但是在這裡頭的每一個人 他恐怕都要面臨到抉擇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非常開心的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北大學歷史系的副教授 吳碧文老師 吳老師你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們剛剛是上段節目當中 大概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 去看這樣的一個社會的衝突 這些所謂的大屠殺 或是仇恨等等的問題 不過其實我們如果這樣子談 好像彷彿這些都是一種國族的因素 或者是一個效忠的因素 或者是他可能是來自於一個宗教 深層的因素 那也許這些都是背景 可是一個一個行動本身 或是這個仇恨 我今天是仇恨 但是我可能埋在心裡 那我可能會去罵你 但是我要去殺你 恐怕他會有很多的所謂的契機 或是歷史的關鍵的時刻 或者是歷史的角色 那所以在裡面應該會有其他的 這種所謂的行動者 例如說剛剛我們談到納粹 剛剛有談到共產黨 那其實裡頭還有包括所謂的天主教的教會 或者是包括地方的頭人 政治領袖 那這些各式各樣的角色 他們在裡面都扮演什麼樣的一種角色 或是他們發揮了什麼樣的 這一種促成屠殺的作用 是 我想如果觀眾朋友 來看這本書的時候 會注意到作者在裡面也提到 就是說猶太人常被說成是跟共產黨密切的連結 甚至猶太人 這個小鎮的猶太人 之前是跟蘇聯勾結的 所以其實在歷史上 猶太人確實已經在近代 當社會主義出現的時候 就有一些反社會主義的人說 猶太人就是社會主義者 那後面共產主義出來的時候 就更加的說猶太人就是共產主義者 這是基於幾個現象 第一個 社會主義確實 在他歐洲歷史發展的過程當中 有猶太的名人在裡面 比方像馬克思 比方後來的托洛斯基 或者像德國的共產黨員羅莎盧森堡 里普克內西 這些確實都是共產黨員這樣子 那麼把猶太人跟共產黨 更加密切連結在一起 或稱為猶太布爾什維克主義 這個大概從一九一七年 列寧革命所謂成功開始 因為列寧的革命裡面是用了紅軍 紅軍的首領正好就是托洛斯基 所以這點就更加容易讓反遊者 去做了一個連結那樣子 所以這跟當時的所謂自由民主陣營 跟共產陣營 它其實這種對立也是有關的 是 那如果在這本書裡面 當然另外一個角色就是納粹德國 我必須先提醒觀眾朋友的 就是說當我們 Yung Gross在寫這本書之後 其實並不是要刻意的說 那這個小鎮的居民 其實不是納粹德國殺的 所以納粹德國的罪比較少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納粹德國 德軍進來去塑造了一個環境 那樣讓這個小鎮的居民 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而我們更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情是 德軍並沒有拿著槍 強迫這個小鎮的居民 你要去殺猶太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不得不說 這個波蘭小鎮的猶太居民 尤其是他們的議會 裡面這些政治人物 你可以說他揣摩了上意 然後他去做了這些事情 然後這個政治人物 是有他的引導性的 有他的指標性的作用 所以當然讓這個小鎮 很多居民如果不用理性思考 甚至他們也真的沒有運用 理性思考的情況之下 他們很多集體去做這個行動 那其實這本書裡面有提到 有一位是藏匿的猶太人 我們可以看到集體的壓力 是多麼的大 那在那種環境之下 又把我們在前一個階段 所講到的歷史上 深層的返游 從來沒有解釋過 釐清過的返游的理由 通通都把它發酵翻出來 使用了這樣子 這個藏匿猶太人的波蘭人 他怎麼面對他的那個社會的 集體的返游的情緒 他怎麼在那個地方生存 是 所以在這本書裡面 我覺得也很感謝作者 把這個人舉出來了 因為後來以色列 給了這個人物 一個國際藝名 國際藝人的這個榮譽那樣子 可是這一位波蘭居民 他表示他其實 他不要張揚 因為他還要再回到波蘭社會 去生存 那其實在波蘭社會 他變成了異類 從這一點 我們大概就可以看到 如果我們想知道 現在波蘭社會 怎麼來面對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必須說 從2000年這本書出來之後 到現在的十幾年裡面 我想波蘭社會還在掙扎 也還在爭執 就是說到底我們這個社會 我們怎麼來面對 我們在歷史上 曾經發生這個事情 或者我們其實沒有做這個事情 就是說應該說還有兩派 在這邊互相的這個較勁 我們可以做這麼假設 如果波蘭社會已經非常的 坦然的面對這個事情 那麼這一位曾經藏匿 猶太人的這一位波蘭居民 他應該很怡然自得的 可以生活 可是顯然是沒有的 在這裡面 我們當然看到很多人是屠殺 可是其實後來這本書裡面 有提到說在被起訴的被告 其實有九個人是禍判無罪的 那當然有些是屬於屠殺的 這種所謂的行凶者好了 可是有些可能是旁觀者 或是鼓噪者 作者怎麼去看 在這裡面的各種不同的角色 是 比方說實際的執行者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本書裡面 用了好多的這個篇幅去 其實這些篇幅都是檔案的資料 就他們怎麼樣的用很殘忍的方式 而且那些殘忍的方式 都是中古時期的這種方式 刮眼睛 割舌頭 或最後把沒有處理掉的 這些猶太人 趕到一個骨倉裡面 全部去燒掉 所以我們在幾乎是這本書裡 你隨便翻一下 都是這種枝牙裂嘴的這種嘴臉 另外就是這種沉默者 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值得我們思考的 就是說這些沉默者 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沉默 而整個事件發生之後 整個小鎮好像沒有事情一樣 如常的生活 如常的生活這樣子 另外就是這個藏匿者 唯一的這位藏匿者 其實他也不敢張揚任何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是 我常常覺得像 猶太人被屠殺的這個課題 它固然是一個歷史課題 歷史學者會去面對 會去處理 我們的作者 其實本身是社會學者 所以社會學也去處理 而且我覺得更應該 共同加入的就是心理學者 精神分析這方面的這樣子 因為這涉及到人性的問題 對 其實我們在 剛剛談到是很多的原因 或者是很多的這個衝突 或是裡頭不同的角色 可是我們可能要回過頭 來面對這個所謂的集體的大屠殺 你剛剛有談到說 波蘭的本身 其實有些人是不願意承認的 有些人是去承認的 波蘭社會怎麼去面對 或是是個小鎮的居民 所以說我也很衰 那如果真的有 有沒有這件事情 我也不見得是認同 那有這件事情也是釋出有因 那就算真的有人幹了這件事情 那也是上一代的事情 關我什麼事呢 這在臺灣我們也會看到 類似的這種論述 類似的這個說法 那這個小鎮的居民 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 其實非常強烈的一種事實 或是指責 整個波蘭的這個社會 這個國家 他們怎麼去面對這樣一個問題 是 非常謝謝管老師提出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是我覺得我們看這本書之後 我們應該要來想想看 這些的問題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呈現出來 這有幾個層次 其實在2001年的時候 當時的波蘭總統 曾經為這件事情來道歉 而且到耶德瓦布內 這個小鎮上舉行了一個 我們講的類似追悼會 可是當地的居民 而我們必須知道 已經是2001年 當地的居民很多也都是 新的一代了 他們其實是拒絕承認的 所以當這個紀念會在舉行的時候 其實他們把窗戶關上 然後甚至有一些住家 在窗戶上貼上說 沒有發生這個事情 上帝保佑我們這樣 那麼這個小鎮的天主教會 也刻意在舉行儀式的時候 把那個教堂都有終身 敲得非常非常的響 因為想要干擾這個人物的致詞 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到 這個小鎮的居民其實我想 是很不願意來面對 這個污點的 那樣 這本書裡其實 雖然是以耶德瓦布內 這個小鎮為主角 可是作者其實提到了 還有其他類似發生 同樣屠殺的四五個小鎮 那如果我們更把整個二次大戰時期 納粹德國這些事情來看的話 整體縱觀來看 在東歐地區一些的農村小鎮 在烏克蘭 在匈牙利 都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只是我們的作者是把這一個case 把它系統性的把它陳述出來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說 其實波蘭的政府的層次 在2001年的時候 有做這樣子的這種悼念的這種表示 可是小鎮的居民是不接受的 從2001年到現在 波蘭的政府其實也有一些改變 也有執政黨的轉變 會有政黨輪替 是 所以有些時候這個立場上 就會隨著執政黨他的態度 如果這個執政黨 現在是比較中間偏右的 他就可能對這種事情 他會採取比較保守的這種態度 以整個波蘭社會來講 應該說還是有相當多的人 是不接受這個事實 原因在於二次大戰結束之後 波蘭是滿強調他是受害者 波蘭是二次大戰 非常大的一個受害者 除了德國跟蘇聯 把他瓜分掉之外 而且後來德軍在這個上面 設立了好幾個大型的滅絕因 我們所熟知最重要的 這個奧什維茲集中營等等這些事情 都讓波蘭認為 他是二次大戰最大的受害者 可是這本書很清楚的表現出來 波蘭你要重新思考 你是受害者 你可能也是加害者 是的 是的 你不是只有受害者 你也有加害者的這個角色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大的翻轉 非常大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波蘭社會要花很多的時間 來消化這件事情 不過這是一個集體跟個人的問題 就是在臺灣 其實你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說法 例如說好了 即使發生了這個阿巴 發生了白色恐怖 那個元凶可能是陳怡 可能是蔣介石 就算不是陳怡 這個所謂的蔣介石而已 那可能是整個國民黨的這個最高層 那跟所有的外省有什麼關係呢 那為什麼外省要去承受 這個過去犯的錯 或者是因為某種歷史時代 所犯的這個錯誤呢 那這個就會變成是一個個人 跟集體之間 他到底怎麼去釐清責任 或者是怎麼這個糾結 要怎麼解的問題 是 這個問題是我想我們社會 或者任何一個面對類似情況社會 其實他們都會問到這個問題 我們比如說現在 我們已經在21世紀 我們很多人在這個社會上 我們都不是當時的執行者 當時的執行者都已經 真的已經年紀非常大 甚至都不在了 我們都是後代 可是換句話說 我們其實沒有罪 我們也沒有錯 因為那些事情 真的不是我們去做的 可是請問我們有沒有責任 我們有沒有責任 來知道這件事情 來記住這件事情 替誰記住 替未來的世代 去記住這件事情 這是責任的所在 但是即使是責任 這樣的一個情緒上面的消解 恐怕都是要非常長的時間 有些國家 他可能非常急躁的 想要去做出這個 所謂的真相是什麼 甚至要去處罰 這些所謂的加害者 有些國家可能就會 慢慢的來做 透過溝通 透過理解 怎麼樣方法才是最好的 或者是波蘭 或是德國的經驗 他們是用什麼方法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集體的衝突 跟所謂的傷害 我們比較熟知的是德國的模式 其實我必須說以這本書 凌人在2000年出來 到現在2019年 波蘭社會也還在面對 以德國來講 他其實是已經面對了很久 我們先切到西德的這個部分 西德他是在1949年成立 可是他並不是在一成立之後 就馬上來面對這個事情 尤其我所謂的面對指的是 社會大眾普遍願意接受 其實西德社會逃避了很久 因為當時西德的第一任政府 艾德諾 他表示拼經濟是最重要的 有關於這種猶太的罪責 我們願意來承擔政府來承擔 所以在1950年代的時候 西德已經跟以色列簽約 當時以色列這個國家 也已經出來了 那麼西德政府每一年賠償 以色列非常多的錢 可是請問這麼大的一個事件 賠錢了事嗎 當然不是 所以當然西德政府有沒有做 有做 可是不代表西德的社會大眾 普遍的願意面對這個事情 所以還要經過1968的 學運的世代 年輕世代 年輕世代之後其實也還沒有 其實我覺得有一個 蠻值得提的一個關鍵是電視劇 在1979年的時候 美國的一部電視劇叫Holocaust 是梅里斯瑞芙演 他當時非常非常年輕 這個戲劇是當時在西德社會 非常轟動的 就是社會大眾普遍都看了 這部電視劇 所以大家才有這種感覺 然後開始做一個 願意普遍的來面對納粹罪責的 這個事情這樣子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歷程 而且是一個非常非常長的 這樣一個經驗 而且我覺得這個包括 是一種情緒情感 甚至是記憶 他必須要有一段時間 要好好的溝通 好好的去談 那當然我自己對在過去的 原住民運動裡面有一句話 我非常的認同 就是可以原諒 但是不能忘記 這所謂的可以原諒 不能忘記 基本上來講就是我們要知道 那個真相是什麼 那至少我們要 剛剛吳老師講的非常好 就是我們要為未來的人去記住 這件事情 就是過去的悲劇 過去的衝突 過去的災難 我們不要去發生的 那怎麼不要發生 當然就是要從過去的經驗 來去記取 這一種歷史的教訓 非常非常謝謝吳老師 來跟我們介紹 靈人面對集體震恨 社會癱瘓的公民抉擇 謝謝吳老師 謝謝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